B站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夏威 我们上次课讲了睡鞋在古代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和意义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 为什么《红维梦》里只有情文穿着红睡鞋 可以说睡鞋是情文之死的一个重要的物证 为什么一个在女性生活中 比小衣内裤这样私密的物件 还要私密的一个东西 会是情文之死的物证呢 情文的单纯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但很多人到现在都没有注意到 第34回,宝玉挨打之后 心里惦记着黛玉 想让人去看看黛玉怎么样了 但是又怕习人 就打发习人去跟宝钗借书去 这边就私下让情文替他去看望黛玉 宝玉给了情文两条手帕 情文马上表示不好 说手帕是半心不救的 怕黛玉又要生气了怎么办呢 宝玉就说了 说黛玉自然明白 情文只得拿了这个帕子往肖像馆来 当情文说是宝玉让他送手帕来的 黛玉听了不明白 然后就说手帕必然是上好的 叫他留着送别人吧 当情文说手帕不是新的 就是家常旧的 之后呢 黛玉就恍然大悟了 作者这时候说 情文是什么 只得放下 抽身回去 一路盘算 不知何意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整个送手帕的过程当中 情文都处于一种迷惑不解的状态 古代未婚男女是不可以私下传递 随身所用之物的 这叫私相传递 互赠表迹 都是有私情的表现 小恒呢 通过坠儿和甲云相互传递自己的手帕 在薛宝钗的眼里呢 就是罪大恶极 罪不可涉的行为 而得到宝玉手帕的林黛玉呢 对这种男女私相收受的行为 也是心怀恐惧的 还有惭愧 然后情文走了之后呢 黛玉有四种心理活动 包括他认为可喜 可笑 可愧 还有一个呢 就是可惧 其中这个可惧呀 就是想到了 令人私相传递给我的 就可惧 就可以惧怕 说明黛玉是知道这件事 不合理法 抄检大官员的时候呢 不就是要查男女之间传递的物件吗 这种行为代表的是偷情 是有为理法和道德规范的 小红还有坠儿 宝钗 黛玉 还有宝玉 还有大官员的姊妹们 都知道这件事 情文呢 却显然浑然不觉 当然 小姐们是读书人了 宝钗黛玉 更加是读过西乡记之类的 里边有男女四通描写的书啊 对这类的行为呢 他能够明白 也不足为奇 但是很显然 和习人相比啊 宝玉 既把情文看作是可以托付诗情的知心人 又在一定程度上 利用了他的天真 在宝玉心中 情文的确是天真烂漫的 他没有什么邪念啊 他还认为 没有事去看看黛玉 怕他生气 并且呢 还让宝玉送件东西 或者取件东西 来当借口 他在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啊 读者很明白 他完全是无心的 并不曾想过 这种送和取 如果放在别人的眼里 会产生什么样的联想和误会 而当这个黛玉领悟到 其中的这个含义以后呢 情文一路走回来 还是始终迷惑不解 这一次事件并不只表现出 保代两个人的情感 进展和心理的状态 还从侧面交代了情文性格的两个方面 一个呢是天真 第二个就是处世粗帅 有欠考虑 这往往会受人以柄 给借机毁谤他的人提供可能 我们知道情文是受人诽谤 为勾引保育而获罪被除的 导致殒命 这个罪名质疑的就是情文的道德行为 认为他做了违背礼教的事情 但是 《红楼梦》当中 除了王夫人指责他 水蛇腰削肩膀 梅耳向林妹妹 然后骂小丫头的狂样子 还有呢他打骂那个偷狱的坠耳 还时不时的呢 用话来刺儿宝玉 讽刺习人 这些都是无伤大雅的小结 在这些小结之外呢 我们到哪里去 找情文有为礼法的行为呢 既然情文没有任何有为礼法的行为 没有风流不洁的事情 那么他肯定就是冤死的 是屈死的 这点我们不能否认 但是呢 我们要再进一步 问一下 他是由于什么被冤枉的呢 曹以琴描写了各种人的暧昧 甚至是通奸行为 比如宝玉和习人 何秦可卿 何秦忠 何金串 然后贾瑞呢 垂涎凤姐 贾莲和多姑娘 和鲍尔家的 明烟和万尔 思琦和潘又安 夏金贵又去勾引薛科 夏金贵又和他表兄 薛盘呢 又和那个宝禅等等 可以说哈 是写尽了男欢女爱啊 这些都是实写的性爱哈 其中呢 任何一件呢 放在情文身上 那他就真是罪不可赦了 可是情文到此都是清白的女儿身 除了脾气大 个性强之外 他的独特之处呢 就像王熙凤评价他的哈 说他的确生的比别人强 从情文个性强 生的美 到他因为勾引宝玉 而被逐出大官员 这个命运之间 似乎缺少了一个联系 或者说缺少了一个环节啊 这就使得这个因果关系 显得比较生硬 和不可思议了 甚至不太合逻辑 因为呢 要说丫鬟中 个性强 生的美的 也不止情文一个人了 老太太的丫鬟鸳鸯 凤姐的丫鬟贫儿 这些大丫鬟都很美 而且很有个性 可是他们却不曾有过 什么勾引之罪 因此呢 个性强 生的美 只是一个能够引起嫉妒 和诽谤的原因啊 但却不是获罪的根本原因 《红龙梦》中情文的叛词说 风流灵巧招人院 曹以晴给大官员中女孩们的考语 我们也知道说贤习人 对吧 然后贤宝钗 闽探春 多情女就是待遇了 然后惠子涓 憨香云等等 这些说法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 叛词当中说风流灵巧 那么就应该算是给情文考语的一部分了 前面我们也说过 GPD22回说 待遇一生是聪明所悟 宝玉是多事所悟 阿凤呢 就是畸心所悟 宝钗就是他的博士所悟 等等 就是每个人的优点 过分了 就会成为缺点 虽然没有说到情文 但是 推导下去 情文必然是风流灵巧所悟 他生性美丽风流 这不是弊病 但风流却又不拘小节 行为有失检点 才会落人口实 这种因性格单纯的不拘小节的行为 其实在小姐们当中也是存在的 比如香云 他罗着肩膀睡觉 被宝玉看见了 当然 罪不在他了 他也没有说 故意去让人看到的罗肩 不过对于封建礼教而言 这应该也是一种不拘小节的行为 但是我们却可以从宝玉的反应当中得知 作者描写这个情节 他的初衷 宝玉看见香云一把青丝脱于枕盘 然后趁着一弯雪白的膀子 只是说 怕他以后醒来肩膀疼 一面说 一面轻轻的还替他盖上背 两个人都是孩子一般的纯真 没有半点的银鞋杂念 这种人性中干净纯正的美 是作者最着意的去展现给读者的地方 而秦文和香云呢 他有很显著的一个差别 香云是贵族的小姐 他的美呢 就是自然的流露 甚至呢 还带了一点一点点憨吃 而秦文就是心比天高 身为下贱 虽然有天然之美 却被打上了一个丫鬟的 下贱的烙印 而他呢 又是心比天高 他要追求的精神 就是品格的一个完美 也追求容貌和服饰的完美 在这种追求当中呢 他往往不顾小姐 很容易招来别人的羡慕嫉妒恨 曹以琴让他穿睡鞋 这种深意啊 可能就在这里边 除了风流灵巧之外呢 秦文又是浮躁的 凤姐有一句评语啊 足以说明情况 凤姐说 若论这些丫头们 总共比起来 都没秦文长得好 论举止言语啊 他缘轻薄些 以他这个高傲 又追求完美的个性来看呢 秦文在日常生活中 一定会有不拘小节的举动 在大家眼中就是异类了 风流灵巧 却又轻薄浮躁 毁谤的发生就在情理之中 但是整部《红楼梦》啊 凡是写到情文 从言语意图到服饰装扮 几乎没有什么不妥的文字 只有在他临终的时候 要求和宝玉换了内衣 然后又咬了指甲 向赠这个行为 好像看起来是有为理教的 但这也不能算 因为呢 那个时候啊 他罪已经得了 罪名得了 悲愤之际 他有过激的行为 也就不能成为说 他获罪之有 除了两个误解 就是红小衣 红睡鞋 庚臣们第70回啊 情文只穿着红小衣 红睡鞋 这个一身打扮当中啊 红小衣红睡鞋 被其他的本子当中都改了 改做红愁子小衣 直接就删除了红睡鞋 这是为什么呢 小衣呢 我们都知道了 男女都有 都穿老少也都穿 只是比一般的外衣不同的是 不能在大众面前显露 显露呢 就被视为不雅 睡鞋就是不同了 除了有和小衣一样的意义之外呢 他还紧密的牵扯着古人敏感的 情爱 也就是性神经 众多版本在这里 都是只删除了睡鞋 而不删除小衣 就很能说明问题 他们大概觉得 情文还算是个正面人物 一个清白的女孩 怎么能让她 大白天的脚蹬着红睡鞋出场 简直太不可容忍了 其实呢 大观园里的女孩们 个个都可能要在睡觉时 换上睡鞋 而作者却很小心的 没有让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 的红睡鞋 暴露在读者眼中 除了情文 这样从个性强 生的美 到因勾引宝玉 而被逐的命运之间呢 就有了一个隐藏的 不容易被我们这些 已经不知道睡鞋 是什么东西 代表了什么意义的 当代人所知道的一个连接点吧 而他呢 就是情文 隐命的一个重要的物证 不该被忽略的 但我们要同时注意到 作者用了宝玉的视角 去写香云的睡姿 同理啊 在写情文的红睡鞋的时候呢 作者同样 也通过宝玉的反应 也表达了他自己的立场 他让几个十几岁的孩子 玩在一起 不论身份 也不谈什么尊卑 没有银鞋 也毫无避讳 作者呢 没有一点 是要表现情文 处心极虑啊 有意那么做的意思 而恰恰相反呢 正是要通过这种 看似越阁的行为啊 来证明 用龌龊之心来揣测 他或者他们的人 自己内心的肮脏 又以此呢 来衬托女孩们的天真无险 另外 从睡鞋这个物件上来看 上世纪啊 一直在争论的 《红楼梦》当中 女孩子们 到底这个脚是大脚呀 还是小脚呀 这个问题 可以有一个答案了 就是说 最起码可以确定 情文是裹脚的 它是小脚 因为睡鞋 只有裹脚的女人 才会穿的东西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